欢迎回来日学宗 稀有家人公孙氏 一舞剑气动四方 这是唐朝诗人杜甫 对公孙大娘的称赞 公孙大娘是唐朝 非常杰出的舞蹈家 她跳舞的时候 手上握有犀利的宝剑 可以说是刚柔并济 而且手上握着锋利的宝剑 满场飞舞 看的是让人惊心动魄 却又忍不住要拍手叫好 据说当时宫女有八千多人 只有她的舞艺无人能比 相传公孙大娘的灵感 来自于仙界 不只是杜甫许多的文采灵感 来自于她 相传唐代著名的草书家 张旭 怀素 都曾经因为看了她跳舞之后 就领悟到了书法韵笔时候的节奏 因此功力精进 在江湖中最厉害的人物 那是杜芳不败 这花魁圈里 也有一位杜芳不败 腾空飞舞 轻功了得 在古代 侠女不是游走江湖 就是隐身轻楼 一身好舞异 搭配倾国之色 让不少奇闻异事 流传后世 但是除了小说中的虚构人物 百年前的长安城 真有女侠 撼动圣堂 手舞双剑 彩衣飞舞 绝世美女差然回眸 不知勾断多少瑕士心弦 在唐朝天保年间 公孙大娘就是这样 真实存在的传奇女子 堪称唐朝第一舞剑奇侠 她舞剑的时候 那个剑的样子 只没看到剑的样子 只看到刀光闪闪 而且好像彩虹在天空 这个直接划过去一样 当时内外歌舞 乐女就有八千人 而公孙大娘的剑器舞 又在八千人当中名列第一 当她舞剑时 刀光闪闪却不见其人 舞姿剑法惊天下 据传此等绝妙剑法 出自仙界之手 拥有神秘剑术的女子 而且年轻的时候 这个曾经受到山上神仙的传授 所以拥有那种 几乎是千里取人首级一般的剑术 而且她行侠仗义 杀仇 杀害仇人报仇 根据也许记载 公孙大娘年轻时 全家被土匪灭门 只剩下她一人逃过死劫 但也从此流落街头 后来习得剑法 满意为生 不断的经济武术 找到当年土匪取其首级 报了血海深仇 公孙大娘当初舞的就是双剑 剑鞘取出来一次就是两把 左右手起舞利刃 刀光斜影 若是除去历史天上的绣痕 百炼钢的刀面杀人于无形 加上轻强的设计 经常是侠女最爱使用的兵器之一 因为它比较轻 比较阴柔 所以我们也常常讲说 这个刀如蒙虎是剑如飞凤 讲是它的身法非常曼妙 像蝴蝶一样穿来收去的 古代相传龙生九子 其中一子西龙 好战斗 世人蟹 在剑鞘上经常可见浮雕的 西龙作为装饰 剑在春秋年间用于沙场 汉潮成为民间侠客最爱之物 女子练剑得等到 民风开放的圣唐天下 唐潮确实是侠女的黄金时代 因为唐潮对女性是不排斥 女人可以自由地选取结婚 跟恋爱对象 然后可以自由地走江湖 甚至服装上 你不必一定要穿女装 再来是因为唐潮是 狐风很射行的时代 女子从小起码射剑的 这种情况必不少见 所以从唐以后就有 比较多侠女记录 公孙大娘就是在唐潮出现的 真实侠女 当时只要她舞出剑气舞 必定人山人海 雷霆震怒 江海闪清光 耀眼的剑光就仿佛 后裔射下的太阳 这些叙述都是唐潮著名诗人 杜甫亲笔所写 杜甫没有看过公孙大娘的一剑 她是看到公孙大娘的弟子在舞剑 然后去想象公孙大娘舞剑的情形 她的弟子都这么厉害了 那老师不是更厉害吗 这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气行 其中就有写到 喜有家人公孙氏 一舞剑气动四方 可见她的武艺超群 振折诗人 千古剑气成就了杜甫历史名篇 除此之外更造就了中国草盛 张旭龙飞凤舞的狂草造诣 本来张旭的出法已经到了这个瓶颈了 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 看到公孙大娘舞剑突然想起 这舞剑的样子不就是那个龙飞凤舞的样子吗 于是误出了草诗道理 公孙大娘的剑气舞影响历史两大文豪 张旭草书达到巅峰 力透指背 杜甫的诗展现浑然大气 堪称绝妙 而另一个在历史上不能不提的侠女名将 就是花木兰 花木兰齿逞沙场 五枪弄刀 由于她生长在世袭从军的家庭 武功底子深厚 一开始为步兵的她 使用的兵器就是长枪 细长的造型 刺 挡 弓皆易如反掌 长长的白蜡杆 手温综合蜜蜡 有越摸越滑顺的特性 枪扎一条线 棍打是一大片 就是比如说对着你的鼻尖 对着你的心窝 对着你的膝盖 这是针对敌人的要害 那主要的技法就是拦拿扎为主 尤其是中平枪 这是非常难去抵挡的 只要往你中平这么一次 你其他兵器很难去 来不及去做防御 所以枪叫百兵之贼 几乎是兵器之王 百样兵器枪为首 在陆地上尽可攻 退可守 但之后花木兰升上将军 转而驰骋战马 兵器就改用钢刀 马上作战 杀敌制胜 巾帼不让须眉 花木兰武艺高超 公孙大娘更是剑气超群 这两位侠女一个阳刚作战 一个阴柔复仇 虽然风格迥异 但高强的武术和正气 一样让历代豪侠赞叹不辱